當時很無奈,做這麼多次手術 不能過過過一次過一次 亦都會造成扭管 扭管是,雖然肌肉生不住 亦都會形成長期的發炎 感覺到就是,好像這個病 一輩子都跟著我,不能離開 當阿梁走到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他以為人生已經沒有希望 但是這麼巧,他認識到一位基督徒的朋友 而這位基督徒朋友主動介紹主耶穌的認識 而當他開始認識這位主耶穌的時候 他的生命從此就得出改變 我在家庭問題當中信主 因為婚姻的問題是 由結婚 未結婚開始已經有一個問題出現 接著就去死互呼籲著婚姻輔導 互相去談 談了差不多兩年多 但都沒有結果 當時我已經學到一個溫馨的家庭 一個好的家庭 當時也去拜偶像 希望我們的夫婦兩方面都好一點 又看相 又搞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都解決不了 當時我很無奈 真的很無奈 自己心想 我本身不喝酒 不吃煙 下班便回家 中規中矩 也不是說 為什麼會導致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當時 我太離開我的時候 差不多一個禮拜 晚上只睡在床上睡不著 直至到 因為我的同事是石漢教會的大兄 給了餅 神的真實去 之後發覺他就很突然地跟我說 他想聽你的餅大 想跟你回教會 有個意念 神明如果你是真的 你幫我解決我的家庭 因為我試過很多方法 都解決不了我的家庭 回到教會過幾月 當時的興盛是我們的家主 發覺我回到教會 整個季節都不開心 為我做一個祝福的吐告 我記得他回家庭時 都帶了幾多問題 被教會消極一點 不過自從他回家庭之後 因為神的話 導致他已經開始有很多轉變 甚至能夠帶他整個家庭 他的太太 他的子女 能夠回家庭 相信耶穌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因為他聽了神的說話之後 又反應 這是我最覺得值得欣慰的人 他算了主之後 就不同了 他比較有缺點性 做事比較果斷些 不是每次都會問他媽媽 有時候有些事會幫我商量 他會給我意見 是以前不同了 是180度的轉變 當阿良去參與 雪的聚會的時候 他帶著一個應許和信心 去到現場 他相信神 在今天會醫治他 大神跡就是當日發生 他的耳朵在完聚會之後 他聽回事 而在這一刻 他才深深感受到 神對他這份愛 其實我已經和我先生說 話說的聚會很厲害 不如我們相送神會醫你的耳朵 不如我們同心相送 我丈夫就很開心出去了 特意志 我還記得梁牧師捉住她的手 然後她回到來的手 她就和我說 我相信我特意志 我試一下聚會完之後 就在她的左耳那裡和她聊天 她說我聽 我真的聽到你說話 我很開心 我感謝主由蘇基督 去醫治我丈夫一直以來的忠義炎 唱歌曲 你師神 你師神 跟隨我 失憶著 陪伴共你輔助 你師神 我真神 都永遠 輕易烈地愛我 不見我 頑尾 嘗嘗 你師神 不敵人 不見我 很快 乍 真 你 不見我 你 不見我 你 你 我 我